我们在《华严经》第二天的开端 看出佛家常讲的 心包态势 亮州杀戒 这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老子所谓 幽容乃大 无欲则刚 我们也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 佛经里面常讲的大人 我们也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大人 大人就是真人 是用真心的人 真心 心量大 无所不容 这叫大人 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心量 他对于四十真相 彻底明白了 这个境界 这种现象是本有的 不是学来的 不是渐渐得到的 所以佛才讲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你本来是个大人 你本来是佛 你本来跟皮诺哲娜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佛家讲迷 你迷的什么呢 迷了自己的自信 迷失了自己的真心 佛法的教学没有变得 只是帮助我们 恢复本来灭魔而已 除此之外 佛确实没有业法 可以教导众生 所以圣法 身佛确实 就在一念迷雾之间 迷了的人 可怜了 我们常常读经 佛叹息众生 可怜明珍 这句话 我们看多了 听多了 可是 不截其一眼 所以是 很初心 很大意的 忽略过去了 哪里 晓得这句话 那么深的意思 因为迷失了自信 这个心胸越来越下折 下折到不能容忍 甚至一个人都不能容忍 连个人相处 都有意见 都合不来 这能怪 世尊 说我们是可怜明珍 这真正是可怜明到了极处了 所以经文 一开端展现出 一开端展现出 净时空变发界 各各种类 这些砸神种 那善的 这里面有善神 也有卧神 层次稍微高一点的 我们一般讲 有权有势的 是法界里面居小领导地位的 贵王 阿修罗王 罗刹王 八不归神 这一类的 这一类里面 也有善 也有我 更高层次的善神 这是祝天的天王 你看看 无所不容啊 无所不包啊 这个信量多么大 我们一定要恢复啊 不能容人 给人就借了冤仇 你不能容别人 别人也不能容你 造成的结果 云云相报 你障碍别人 别人障碍你 你破坏别人 别人破坏你 你造作什么样的因 后来一定会受这个果报 古报同三世 非常可怕 非常凄惨 你能够包容别人 别人包容你 你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你 这是真理 这是真理 永远不变的 佛在这个境上展示给我们看 信神说法 让我们就体会 一个族群 不能包容另外一个族群 我们过去常听老人讲 某一个家族 一个信族 跟另外一个信族 都解的我 一个国家 不能包容另外的国家 这发生战争 所以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要想解决 社会问题的人 心灵要大 如果我们今天起心动力 都能想到这个世界 一切众生 这个世界真正得到和平安定了 消除战争 消除误会 消除矛盾 消除各和 消除一切的奇迹 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 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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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什么做不到 心胸态自小 念念当中 都顾忌到自己的利益 没有想到对方的利益 没有想到整个人 人类整体的利益 所以天天喊世界和平 那只是口号一句 不能落实 这个世界 各个族群 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心量脱开了 都能为全世界 一切苦难众生着想 安定和平才能够落实 于是我们看到佛菩萨的伟大处 佛菩萨从来不与任何一个人为敌 没有 急悟的物归 佛菩萨 佛菩萨对他也尊重 也爱护 为什么呢 我们同是一个根本身的 我们同是一个根本身的 同一个自性 尽虚空便法界 射法界里头 所有一切众生 我们是同根身 这个根就是真如自性 有什么过不去的 假使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整个地球一切众生的利益 问题能不能解决 还是不能 为什么呢 心量还是太小了 我们爱护这个地球 关怀这个地球 其他星球 不就是对立了吗 这个对立将来爆发星际战争 那还不是好事情 所以心量还要扩大 我们关怀这个星球 我们也关怀其他的星球 我们关怀我们这个银河系 我们也关怀其他的银河系 于是我们才想到佛陀真正伟大 佛陀齐心动念 关怀的是尽虚空便法界 一个星球 都没有学习 一个众生都没有学习 这个人叫佛 叫菩萨 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心量 没有这样的勤操 怎么能做到 众生无辨识愿度 如果我们星量下降 连一个人都容纳不下 每一天你念这句记字 众生无辨识愿度 你是侮辱你自己 你是侮辱诸佛菩萨 注意想想对不对 那不叫大妄语吗 说得很好听 做得完全是被盗而止 那叫造业啊 所以舍佛会躲地狱 佛门古德常讲 地狱门前僧道多 说佛为什么会躲地狱的原因就在此 你所讲的 给你心里想的 身体所做的 完全相违背 所以你才会躲山头 才会躲地狱 我们学府 天天在研究 不研究的人 他做一些错事情 还轻有可怨 他无知 愚痴 我们天天研究 对这个道理 都没搞清楚 还迷在 明文里 五语六成当中 这怎么能原谅呢 不是别人不能原谅 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我们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 我们从这个地方醒悟过来 这是叫你真真觉悟了 你一跺华眼睛 真有受用了 你一跺华眼睛呢 真有受用了 良达 它们世 人手没如说 我们借叢子这句话 本师同根身 设法界一针庄严 同根僧 这是佛知佛解 反而复不知道这个四世真相 觉悟的人明了清楚 我们明白了 清楚了 还要帮助那些迷惑颠倒不明白的人 全心全力帮助他们 所以帮助心底清净 痕迹都不找 为什么呢 四世真相 前几天我们在地藏经轮贯里面得到 无相无名 绝死绝义 这是四世真相 青年法师写的这几句话 就是金刚经的精华 金刚经的毅力 我们天天都有没有体会到 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 你们体会到你的思想观念变了 你的言语行为变了 你不是凡夫 是准反成神 看看你思想严想没有变 换句话说 这个经文的意思 你没有懂啊 懂了哪有不转变的道理 你能懂一分 你会转变一分 你懂两分 你决定转变两分 你转变的角度大小 与你理解的深度 决定是证明的 这个也能作为考量我们自己的功夫 我们自己修许 到底有没有进步 用这个可以能够测量出来 果然有进步 果然有转变 你的心会一天比一天清净 自自然然形式出来 烦恼天天清 智慧天天长 到烦恼清智慧长 这事处事迹 这些经论 展在你面前 无量无边的意趣 自然形式 自然形式 诸位同修 这叫真修行 真修行 就是在心理观念上 做一个大转变 我们今天是在迷 迷惑的众生 我们转变唯一的依靠 就是圣教 依靠 依靠圣教的指导 依靠圣教的方向 依靠圣教的目标 认真 来做转变 这个就是所谓的超凡如神 转世成智 转烦恼成菩提 转身思成变 正所谓是转迷成我 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有缘的 我们全心全力就帮助他 希望他也能转过来 他转得过来很好 转不过来也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心地清净 绝对不着相 着相就生烦恼 他转过来 你生欢喜些 他转不过来 你生烦恼 你的心都被污染了 佛菩萨教导一切众生 为什么能保持清净心二波污染 你能转过来赞叹你 你不能转过来一句话不说 心里头决定不落痕迹 正是般若经上所讲的三轮体空 所以他永远自在 永远不会退转 道理在此地 我们为什么会退转 进得少退得多 我们是念念都被污染 我们教别人 人家肯接受 有进步 好欢喜 欢喜污染了 我们教别人 他很难接受 他不能做到 甚至于所做所为 与所交的 完全相违背 生烦恼了 你被烦恼 污染了 污染就退转了 总是做不到 像金刚经上讲的 不取于相 如辱不斗 你能把这两句做到了 你就不会被污染了 你就不会退转了 佛教导我们 具具是真是语 我们要自求夺福 不依靠佛的教诲 那你是妄想 你根本就不可能 真实的佛报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真实的佛报 就是财不实 法不实 无微不实 真肯干 认真努力的在干 那那个人就懂得 自求度复 他的福报是真实的 希望我们在大经里头 对这些方面多多加以留意 我们的受用 无有穷尽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没错 没错